這個攪拌機 喔!這個攪拌機 對不起!這個攪拌機 這個往外形的這個跟我講 這個攪拌機 這樣攪拌了之後變成直條形 如果你要做直條形的茶 當它用這個攪拌機 用這個攪拌機攪拌過以後 乾燥我們常常喝的包裝茶 就是這個攪拌機攪拌過以後 然後乾燥 就是直條形 調索型的茶 包裝茶代表 包裝茶代表 那我們如果說要做鐵觀衣 做烏龍做球形的 當然先經過這個以後 然後再經過走水 這叫做移種乾燥機 先給它部分走水 一個數字來講 大概濕水 看個人 我個人來講時間到了 濕水30-40%以後 做一個布包團柔 布包團柔就是在行縮成 球粒型的 要把它拌成球粒型的 要把它拌成球的 所以經過用布包起來團柔 團柔的次數 打開縮緊 當然中途還要加 用茶經濟稍微加熱 以後再來把它揉成球狀 我個人更加熱 50片才會變球 打開縮緊 打開縮緊 50片 那我們鐵觀衣 最經過的鐵觀衣是 所謂的叫做布包培布包柔 就是軟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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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是紅焙機的對象乾燥機 這台也是